土城安和國小上課了 這一節課上的課程很不一樣 由安和國小舞獅隊帶來演出開場 他們是由停時醒獅劇團 負責訓練的小獅子和螺骨手 而他們這一次要透過獅骨舞陽計畫 帶領香港江市金龍醒獅團 在新北市進行演出交流 讓小朋友來看看螺骨聲響 舞獅躍動的震撼效果 邀請這個香港江市金龍醒獅團的 總教練江偉康江師傅 來到台灣我們做港台的 這樣子在醒獅藝術上面的一個交流 我們就是用獅舞鼓陽新北異巡 這個主題作為一個主軸 那我們將會巡回八間學校 停為醒獅劇團廟口起家 走向劇場形式的舞獅表演 透過舞獅和喜婆的帶動 和現場的小朋友互動熱絡 江市醒獅團則是以傳統詩劇 擷取一段枯樹長筋的表演 展現舞獅的技巧 另外還有舞獅踩上高樁 靈活身手上下梅花樁之間 活靈活現的模樣 真的讓小朋友看得好害怕 卻又期待他們能夠展現高潮技巧 而他們的熱烈較好 更讓從香港來的舞獅團隊 感受到台灣的熱情反應 鼻鼓的人他的刺激都很好 還有獅子在柱子上面跳的時候 我覺得超帥的 表演那個舞獅就覺得很刺激 其實踩那個的時候 就很怕他會跳下來 才還在那邊搖 所以今天的表演真的很刺激 對 我看那些小朋友對獅子的熱情反應 哇 閃講不大 在香港不回的 他們都是矮矮的坐在這裡看 對 但是我看到他對獅子的互動 這裡我也想回香港會坐一次 感受到了那個獎心啊 豐富啊 喇喊啊 那種都感受到了 所以 先前有來過台灣表演 有啦 之前有來過台灣比賽 比高莊 比跳莊 之前有來過幾次 那這次來的感覺 感覺就不同啊 想不到這邊校園啊 學校的小朋友這麼熱情 香港真的沒有這麼熱情 獅鼓舞陽計畫 亭威省詩劇團聯手 江市金融省詩團進行校園訓練 藉此推動基層的藝術教育 邀請學童來看表演 也和劇團做互動 實際來體驗省詩文化 另外亭威省詩團也在校園中積極培 培養小小十股手 讓這項傳統文化 能夠在校園裡展現 不一樣的生命力 中家新聞 1065樓梵岡土城報導